我们初读了课文,学习了很多生字,还勇闯了三关,得到了十颗星的奖励。 这节课,老师期待你们有更好的表现。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吧。 同学们,你们看。 你们能帮助这些生字找到合适的朋友组成词语吗? 请同学们看一看,连一连。 你们连出来的答案是不是这些? 城堡 驾驶 插上 攻打 凶狠 商量 补充 再看第二组 伸出小手 连一连吧 怎么连的呢? 是不是这些? 赞赏 额利 忘记 火药 轰炸 轰炸 反驳 谢谢你们,成功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朋友。 瞧,他们排着整级的队众,站好了,你们能喊一喊他们的名字吗? 请同学们,请同学们,轻声地读一读。 请同学们,轻声地读一读。 最后,别想,课文是图像,图像。 课文是图像 devotion 一读辑的 首先, 。 课文是图像 二语 二语 课文是图像 二语 一语 一语 感谢观看 同学们都读得差不多了吧 你们找到的是不是这一句 对 它也是课文的第一自然段 请同学们来读一读 海边的沙滩是我们的快乐天地 读了这段话 你知道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吗 是的 海边的沙滩 是我们的快乐天地 再读一读这句话 边读边想 从哪个词语你可以感受到人物的心情吗 开始 哦 我听到了 有同学告诉我 是快乐 对 从快乐这个词语 我们可以知道 孩子们特别喜欢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 哪儿是他们游戏的乐园 同学们 请你们联系生活 想一想 试着用上 哪儿是我快乐的天地 这样的句实 来说一说 想一想吧 都想好了吧 我们来交流一下 有同学说 游乐场是我的快乐天地 还有一个小男孩告诉我 篮球场是我的快乐天地 爱看书的同学说 图书脚是我的快乐天地 老师 还想再采访一下你们 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什么心情呀 啊 从你脸上的笑容我就知道了 一定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是的 那就请你 高兴的 开心的 说一说 你的快乐天地吧 我感受到了 你们的快乐 那文章当中 这句话 我们该用 什么样的语气 来读呢 对 也应该是 开心快乐的 男同学 你们来试试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海边的沙滩 是我们的快乐天地 同学们 你们读得真好 老师送你们一颗 朗读星 为什么说海边的沙滩 是我们的快乐天地呢 我们的快乐 又体现在 哪些地方 让我们一起 跟随课文 去慢慢感受 请同学们 末读课文的 第二自然段 边读 边想 海边的沙滩上 我们在干什么 请用笔 圈出 表示动作的词语 开始 海边的沙滩上 我们在干什么 雷城堡 住围墙 擦干薯汁 多有趣的游戏呀 同学们 你们找到的动词 是不是 垒 住 插 让我们一起 走进 课文的插图 你们能从插图里 分别找出 城堡 围墙 和干树枝吗 来 伸出你们的小手 我们一块 到插图上 去指一指 这是 对了 城堡 这是 围墙 这些是 干树枝 干 是一个多音字 它还可以读作 干 同学们 我们一块来读一读 干 干 干树枝 干 树干 记清楚了吗 好 现在 我们一起 来合作着 读读这段话 老师读黑色的部分 同学们 你们来读 红色的部分 在沙满 在沙滩上 我们 垒起 周围 筑起 再插上 干树枝 那 就是 我们的树 同学们 你们有什么发现 对 你们读的部分 它刚好是上一句的结尾 也是下一句的开头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们一起 再来读一读 在沙滩上 我们 雷起 城堡 城堡周围 筑起 围墙 围墙外 再插上 干树枝 那 就是 我们的树 和你们合作 真是 太愉快了 接下来 我们一起 来学习 中 围 巨 三个字的 书写 请同学们 仔细的观察一下 这三个字 分别 是什么结构的呢 中 是 三包围 结构的字 围 是全包围 结构的字 巨 是 半包围 结构的字 虽然 都是包围 结构 书写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 注意区分的 我们先看 周子 中 被包围 的部分 上边 是土 土字的一核 要压在 横中线上 下边 是个口 口的横折 书写时 要稍微往里收 围子呢 外面的方框 要写得 方正 中间的围 大小 要写得 适中 句子的第一笔 是短帖 横折 要写得 舒展 同学们 你们都注意 书写的要领了吗 请你们 伸出小手 一起 来 书空 我们还可以试着给这三个字口头组词 周子 周子可以诸什么词呢 周围 四周 围和句的组词 我们也出现了 包围 围住 语句 句子 接下来 让我们准备好笔和填字本 开始把这三个字各写三个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都写好了吧 我们来交流评评一下 你们看 这是一位同学写好的三个字 评价的时候 我们可以抓住哪几个要素呢 书写工程 可以给它两颗星 结构美观 也可以得到两颗星 笔画规范 同样是两颗星 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来看粥字 土字的一横压在了横中线上 口字的横折 略往里收 你们觉得 可以给它几颗星 哦 六颗星 送给它 再看看你们写的周字 可以得几颗星呢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字 围 外面的方框 是不是写的方正 中间的围 大小 是不是合适呢 也要送它六颗星啊 可以 你们说了算 请你们也给自己的尾字 评评星吧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句子 短笔 写对了 横折钩要舒展 你们的句子呢 也来评价一下吧 很好 学写了生字 让我们继续来学习课文吧 瞧 小伙伴们 在玩雷城堡游戏的时候 他们的对话还在继续呢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这城堡里住着一个凶狠的魔王 有人接着补充 他抢去了美丽的公主 第三个小伙伴说 你们快听 公主在城堡里哭呢 就这样 我们编织着童话 让我们一起来细细的品读 这段对话 老师来读黑色的部分 同学们 你们分角色来朗读 男同学读红色的部分 女同学读紫色的部分 还有一个绿色的部分 你们可以邀请你们身边的爸爸妈妈 一块参与进来 一块参与进来 准备好了吗 和你们合作 真是太愉快了 现在 我想请一个小伙伴 来读第一句 好 另一位男同学 你来试一试 诶 从第一句话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魔王呀 哦 凶狠的 哪个词语 和凶狠的意思 非常接近呢 凶恶 是的 你的脑海里 是不是浮现出了 一位凶狠的魔王了呢 让我们边读边想 再读这句话 这城堡里 住着一个凶狠的魔王 诶 边读边想 是一个朗读的好办法 老师奖励你们一颗朗读尖 接下来 我想请男同学来读第二句话 女同学 你们读第三句话 有人接着补充 第三个小伙伴说 诶 同学们 你们仔细地看一看 第二句话 和第三句话 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细心的同学 找出来了 都有公主 对 这是小伙伴们 共同关心的对象 还有吗 都有感叹好 请你们 带着刚才的这份观察 再去读一读 这两句 边读边想 你能体会到 人物在说这句话时 是什么样的心情吗 试试吧 有同学告诉我了 他感受到了 孩子特别关心这位公主 是的 还有吗 还有同学说 从感叹号里面 他知道了 他们特别讨厌这魔王 对的 还有没有 还有同学说 他们特别想救出公主 同学们 你们通过寻找共同点的方式 带着体会人物感情的这种感觉 去朗读 读得真好 老师 要送你们两颗老独星 让我们一起再把这两句话读一读吧 有人接着补充 第三个小伙伴说 就这样 我们编织着同话 一个公主被困的童话故事 就被小伙伴们给编出来了 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一起加入他们编童话的行列 都想呀 你们瞧 像他们这样 一位同学说完了 另一个小伙伴接着补充 也许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 这种形式就叫做对话 如果此时此刻 你们就在他们的身边 你会进行怎样的补充呢 请同学们试着想一想 都想好了吗 我们来交流一下 你们看 一位同学补充道 公主被关进了一个黑黑的房间里 还有一位同学 补充说 公主害怕她的浑身发动 另一位同学 补充道 天哪 她害怕极了 同学们 你们觉得 他们补充的句子 怎么样 是的 他们的补充 让孩子们的对话内容 更加的丰富了呢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他们的补充内容吧 老师读黑色的部分 同学们 你们来读红色的部分 又有人 补充了一句 第五个小伙伴 继续补充 第六个小伙伴 补充说道 同学们 你们已经把故事变得更加精彩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学习 补充 这两个生字 同学们 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补字 它是一字旁 千万不要写成四字旁 第四笔是撇 第五笔是点 右边的补 要写在竖中线的右边 点向右下 左侧不出头 冲字呢 它的点要写在竖中线上 撇折的折断 要压在横中线上 最后一笔 竖弯钩 要写的 舒展 同学们 伸出你们的小手 一块儿来梳空吧 我们还可以给补和冲 口头组词 补充 补充 补丁 充分 充足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这两个字吧 每个字写三个 我们一起来写三个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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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好看 我们像刚才一样也来评一评这位同学写好的字吧 我们先看补字 一字旁写的规范吗 右边的补点向下压也做到了 你们觉得可以送它几颗星呢 对 可以送它六颗星 你们的补字呢 做到了 书写工程 结构美观 笔画规范了吗 请给自己评评心吧 我们再看第二个冲子 点压在了竖中线上 撇折的折断也在横中线上 最后一笔竖弯钩写得舒展 同学们的冲子写得怎么样 请你们也给自己加加星 老师也忍不住想送给你们两颗书写新了呢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知道了 海边的沙滩是伙伴们快乐的天地 我们还知道 孩子们在沙滩上垒城堡 柱围墙 插干树枝 玩着玩着 他们还编织了一个公主被困的童话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下节课